未在大本部落野菜园区的木造梁亭因为年久失修 已经出现了多处的损坏 县议员李文正、魏佳燕等人得知后前往县堪 而对于木造梁亭的空间设施也都认为有存在的必要性 因此将协助争取经费予以修缮 日前华联县议员李正文尤及县议员魏佳燕 市民代表肖明龙及拼导布定等人 前往大本部落野菜园区进行会看 发现其中的木造梁亭已经兴建许久 大多数的稻草已经腐化 梁亭屋顶的木板及柏油布也因长期缝吹日菜雨林而损坏 出现修缮的迫切性 而华联市长魏佳贤也特别协同主任秘书翁美华到场查看 并与县议员魏佳燕及周俊佑议讨论修缮的范围与细节 那今天我们到大本的一个野菜园区 那也接收到这里的部落的主人们的一个反应 因为日前大风造成了整个当时候所搭设的一个 野菜园区的一个建筑物毁损 那我们也几经协调 也非常感谢魏佳燕议员、周俊佑议员 还有李正吴议员跟我们平岛不定代表 相同代表的一个协调 那特别感谢原型处号 也与诺耀做相关的后续的协助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希望说能够把野菜园区的 恢复成过去的一个风貌 那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一个特色 能够在大本部落重新呈现出来 一起来看是要帮忙争取经费 或者是说要怎么来协助办理 我们都全力以赴这样 我们就是配合施工所的协商协调 那借我们民意代表的力量后 把我们的野菜园区重建起来 大本部落野菜园区的木造凉亭 除了是当地长辈互动联姨据典之外 更配合华联市公所定期办理 原住民儿童足语夏令营 以及期待玩一下的活动 提供导览解说及原味料理品尝课程 因此公所也希望能尽快完成 部落凉亭的修散工程 来迎接明年部落巡礼的相关活动 记者徐立琴 华联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告